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 多数美国民众支持川普总统禁止六个穆斯林 占人口多数的国家的公民前来美国旅行的禁令 那么详细的情况请记者莫菲在新闻中心来介绍莫菲 好的 林森 那我们知道政客杂志和一家媒体技术公司 在7月5日公布的民调数据中显示 有55%的美国选民是支持这一禁令 而38%的人则表示反对 那么具体来看 共和党选民有84%的支持率 而反对的只有9% 这一禁令在五党派选民中也受到欢迎 有56%的支持 而30%的人则表示反对 连民主党这边也有41%的支持率 而反对的则有46% 那么我们知道与旅行禁令随之而来的 使机场更加严密的安全检查 那么此前美国方面禁止了10个从中东和北非机场起飞的航班上的乘客 随身携带大型电子设备 不过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上星期宣布 直飞美国的航班如果以更加精密的技术对乘客随身携带的电子设备进行扫描 那么这项禁令就可以撤销 在7月5日的时候 土耳其和阿联酋两家航空公司就因此获准 可以让乘客在飞往美国的航班上随身携带笔记本电脑 但是这项笔记本禁令仍然对从埃及沙特和卡塔尔等国家 直飞美国的航班有效 那么以上就是这则新闻的主要内容 我们将镜头交还给阳博士 林森 好的 谢谢莫菲在新闻中心的报答